《九十一》,《明報》,探險家稱發現金銀島保障非洲海域撩起疑屬十七世紀海道 2015年5月9日國際A22英國廣播公司報導, 海底探險家以一條五十公斤重的巨型銀條作為憑證, 聲稱在非洲馬達加斯加海域,發現了二小說金銀島為背景的十七世紀 以臭命超著蘇格蘭海盜基德船長Capps William Clitch 的尋船寶藏 青樓獲五十公斤重銀條美國探險家克利福德Berry Clifford 起碼從1999年起便在尋找基德船長的冒險單層甲板帶飯船 他表示,更一在海底有所發現,周四把那條大銀條帶上馬達加斯加東北的 俗稱瑪麗島Ile Saint Marie,宋吉馬達加斯加總統, 銀條上刻有類似S和S的記號, 相信原產自十七世紀的玻璃維亞克利福德說, 尋船乃而還有更多,我發現這塊銀條的尋船底部, 放滿金屬,不過乃而太暗,所以看不出是什麽金屬, 但我的金屬探測器告訴我,乃而四處都是金屬, 未有確實證據不過他尚未有確實證據, 證明發現了基德的海盜船寶藏,儘管他增於1984年, 在馬省海域發現過一千七百一十七年沉沒,船內藏有金幣、銀幣、 非洲珠寶和武器的海盜船懷特克號Wider, 基德船長是史上著名的空殘海盜, 1645年生於蘇格蘭,後來移居紐約, 受顧保護加勒比海域的英格蘭船駁對抗海盜, 再有點名成利就是,返回英格蘭買了 冒險單層甲板帶帆船,自任船長, 他願意繼續提供防禦加勒比海域海盜工作, 卻狠少受兵用,於是轉往馬達加斯加等印度洋當起海盜, 有一回,他與船員合力攻擊搶下一艘門載寶物的美國雙船, 為該船長是英國人,船上貨物遼屬英國東印度公司, 英軍不久辯逮捕了他,並於一七零一年將資民調處決, 蘇格蘭小說家史帝民生受基德寶藏山全國地的全民啟發, 贊成1883年出版的尋寶冒險小說金銀島,B.B.C.C.N.N. 贊成一 Pokémon